大家好 我是阿朱 自从我在9月出了上一条讲NFT的视频 市场发生了很多新的事 传统大家认识的公司跳进了NFT世界 用几十甚至几百万 用来买这些没有实体的图片 例如信用卡Visa用了一百万买这只Cyberpunk 另一些牌子 例如Nike Adidas 可乐 McDonnell 和名牌Gucci都进入了这个NFT市场 同时在这段时间 就是说9月到现在1月 见到身边有朋友买卖NFT 赚到现在可以打批脚不用做 然后最近突然间个个都讲NFT 然后明星又转了profile picture去NFT 例如猫猫和兔子 搞到大家招了头 究竟这些是什么呢 所以在这几个月NFT市场是改变了很多 由没人相信变到现在超级热门 这段影片我就会解释 怎样玩NFT游戏 人们怎样便宜买 然后高价炒出去 还有市场将来会怎样 如果你喜欢阿珠说虚言货币 还有另类的投资的话 记住按like和subscribe 用来鼓励我做多些这类影片 还有记住我所说的东西 只是教育和娱乐用途 不是投资意见 不是推介大家做任何金融产品 包括虚言货币和NFT的交易 投资有风险一定要自己衡量了才可以进行 什么是NFT呢 NFT代表non-fungible token 简单说它是blockchain上一个token 而那个货币就代表你拥有某一个digital的资产 例如一幅画这样 然后因为它在blockchain上 一个public的ledger大家都看到的 那大家都看到哪个人拥有哪幅画 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变成NFT 例如我录音这个mic 我可以变成一个NFT 然后谁拿着这个mic的NFT 就是它的owner 我又可以把阿珠的照片 变成一个NFT 然后卖出去给粉丝 好像周杰伦那样 什么都可以变成NFT 但现时大部分的NFT是图画 例如Board Ape Yacht Club Funny Warrior Monkey King 最流行的都是简单的图画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NFT的话 你可以看回上右角这一条片 我在里面就详细解释 这个新的资产 这条片主要是讲如何玩这个游戏 我们由第一步开始 NFT是哪里来的呢 一个NFT project 是一队人做出来的 那一队里面通常会有个画家 有developer 就是IT人 会有人做community engagement 然后还有做marketing的人 一齐这一群人就会创造一群NFT出来 通常between5000至1万个 因为做得太多 就做不到缺货效应 变成炒不起 好像演唱会气飞一样 如果气飞有限的话 供应不够需求 那气飞的价钱就炒得起 但是他们又不会做太少NFT出来 因为如果做得太少就没有肉食 说到最后他们都要赚钱 做了一万个NFT出来之后 接着就promotion了 那个team就会找一些influencer 或者明星用来promote他们的project 做个hype出来 令到人很想买它 另外他们会在social media做promotion 有时做一些奖品的campaign 如果你retweet他的post 或者介绍朋友sign up的话 就有机会赢到NFT 那个aim就是上市之前create个hype 就是社交平台又说他 报纸又说他 明星又说他 搞到大家很服务 好像不买就吃虧 然后通常卖之前会有pre-sale 就是出街卖给散户之前 他会做一round卖给自己朋友 或者送给帮他做promotion的influencer 而这个价钱就会低过 跟着卖给散户的价格 一切准备好了 画了一些画出来 做好marketing 大家很兴奋 个个等着卖个NFT 好像买球鞋那样 一早上担张椅坐着在他门口 等他开门 在NFT市场的玩法一样 这部分就叫minting 就是创造出来的意思 如果用一般人的语言 其实代表他什么时候开门做生意 而他几点开门做生意 就会写在project的web site上 大家都知道 然后热门那些project 人们就会坐在电脑面前 等他一开门就冲进去买 真的跟排队买球鞋没分别 而热门那些NFTproject 可以开门之后 几分钟甚至几秒后就埋光了 其实不是很surprising 因为市场最近很旺 还有如果project只有5000至1万幅画 整个世界有这么多人 只要小部分的人肯买他 价格已经会涨很多 例如最近香港热门的Bunny Warrior 他就开门做生意5分钟之后就卖光了 没有这么热门的那些就慢慢卖出去 例如这只它有1500幅画 现时卖了1472 所以剩下28个 这个是例子 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project 所以千万不要看这条片之后冲进去买 Mint一只NFT 就是这样排队买一只NFT 要多少钱 就depends on the project 通常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便宜 平均大概1000元那币 这个就是Mint的价钱 有点像股票上市的IPO价 然后Minting做完了 就是那1万只NFT卖光了 接着要交易它就要进入二手市场 而近期的市场很旺 所以Mint了之后 它进入二手市场 它的价钱经常升几倍 甚至升十倍都不是没见过 所以在这个情况 如果你Mint了一只热门NFT的话 可以在几天里面 甚至几个钟里面 赚十倍Return 还有Within NFT project 就是那1万只兔子或者猴子 虽然看上去好像样子 但其实如果你看深入一点 好像这里 每一只兔子其实是不同样的 它们有不同的attributes 这些attributes包括 它背景的颜色 背景色 就是兔子穿什么衣服 戴什么眼镜等等 某些attributes 就是罕有别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attributes是罕有些 哪一只兔子是罕有些 我们可以去Moon Rank 选择这个NFT collection 就是这个project Funny Warrior 就有6666个NFT 而在这6000只里面 只有一只 是有蓝色眼 只有一只 是有小丑眼 就是右手边这个 但是就有491只 是有海拆的eye patch 所以有eye patch的套仔 罕有度就不是那么高 而有蓝色 或者小丑眼的那些 就高很多 同样 如果我们看背景的颜色的话 只有47个 是有这个鑽石的背景的 所以如果是有蓝色眼 加上鑽石背景 那就非常非常之罕有了 另一个方法 用来查个NFT有多罕有 就是这个Rarity Sniper 每一只NFT都是unit的 它有个token的ID 那就打回collection 和ID下去好像这样 我这里就show 第二个collection给大家看 famous fox ID 638 然后按Enter 它就会告诉我 这一张NFT在这个collection里面 是多罕有 这个collection就有7780只 这些狐狸仔 而这一只的排名就是6306 就是多低下 这个NFT minting的玩法 有点像如果你是80后的话 我们以前领卡 有机会领到一张闪卡出来 好彩的话领了暗闪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要领些垃圾 如果你年轻的话 就像买盲盒 买之前呢 你知道它是什么系列的玩具 但你未知道抽到那只 会是普通的 还是罕有 那就令到买的时候 那个感觉很刺激 有点像买6盒彩或者赌钱 有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你知道如果你好彩的话 虽然你不知道那个chance是多低 但如果你好彩呢 可能那只NFT 是会升100倍或者1000倍的 现在唯一的difference是 以前那些东西有实体 这个就是digital的 但这个是不是重点呢 一张龙珠闪卡的physical attribute 值多少钱呢 它是一张纸来的 一个盲盒的公仔 那个physical attribute 值多少钱呢 摆出来浪费你家里的位置 所以它的价值不是来自它是不是实物 而是其他因素 玩NFT minting 就带到这个抽奖或者赌博的emotion 如果你miss了minting那时买NFT 或者不够好彩排到你那时已经卖了 那怎么才卖到NFT呢 好像演唱会飞 special edition的波鞋 你就要吃炒价了 平时我们炒价的东西 会在facebook marketplace或者carousel买 NFT呢 最大的二手市场平台是OpenSea 即是这个网页 你看到它有很多不同NFT的collections 大部分都没听过的 例如这里有个企业的 按下去 接着就可以看这个collection里面 有什么企业买 最便宜的那些就卖0.05个ethereum 即是千多元港币 除了买这些图画NFT 你还可以买地 我说的是metaverse里面的地 例如这块就是sandbox里面其中一块地 sandbox就是母公司 是emimokabrands 一家香港公司 新鸿基 和新世界的adrian都有份投资下去 如果你买不起新世界的楼 你可以考虑买metaverse里面的地 这块现在的minimum price是3万美金 即是大概20万港币 这个就是openSea 现时最大的NFT二手市场 除了可以买NFT 你还可以卖你拿着那些 找到卖家 他就给虚言货币你 你就给他NFT去 openSea就做个中间人 除了买卖炒他的差价之外 NFT还有什么玩法 或者他还有什么用途 第一就是recognition 用来show off给人来看 你是在这个exclusive的圈子里面 你看这些明星 余文乐 周者伦 M&M Snoop Dog 他们个个近排 在show off自己的NFT M&M就几个礼拜前 用3.5球港币 用来买他的bought ape 然后就在twitter 转了做他的profile picture 所以这个是个很高entry fee的exclusive club 比香港的私人会所更贵 其实这个玩法 就好像人们进了香港的私人会所之后 会贴个badge在车头 大家应该见过 车头有个赛马会的badge 或者三思会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拿着NFT的用途 另一个就是airdrop 有时的NFT project 会airdrop一些正东西给你 例如去某些events的fade 一些他们牌子的衣服和袋 甚至airdrop第二些NFT给你 而这些NFT是有机会将来值很多钱 例如board ape和clone x 他们的airdrop 最后是值几万到几十万的 什么是airdrop呢 是不是在iphone上传给你 差不多 但是他传到你的digital wallet 即是你用哪个银包买一只NFT 在blockchain看到你的地址 他就传回airdrop去那个地址 NFT第三个用途 还有可能是最有用的一个 尤其是在说贵的那些 就是给你access 去一个exclusive的community 你可能在想用三球 用来进入个小圈子 好像很蠢 但是是不是这么蠢 如果我们想上一代 甚至现在的人都在做的 要进入香港其中一个最exclusive的会所 中环的hong kong club 如果你这么幸运有人推荐你进入的话 会费又是要几球港币 那你猜那些人真的加入这个会所 是用来用他的设施吗 其实他真正的用途 是做个小exclusive的community 出来 那在这方面 贵的NFT就有点像 除了这些图画的NFT之外 有另一堆NFT是metaverse里面的东西 例如刚才说过sandbox的地 还有最近很受欢迎的defi kingdom 它是一个pixel art game 很retro 大家小时候应该有玩过这类型的游戏 就是有个character到处走来走去做quest 收拾items 但是现在你的character就是一个NFT 你一度做quest收拾item 它就会level up 然后你收拾回来的东西是可以卖出去 变成虚言货币 然后虚言货币变成钱 这里就是defi kingdom 它是这样的 里面的英雄就是这样 有分不同class warrior monk paladin 他们有skills 有stats 好像war of warcraft一样 但是就有pixel form 现时的play to earn游戏 亦称为gamefi 还是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 这类型的游戏 的确比起ps5那些是没得比的 但是我很有信心 as the developer 由web2搬去web3 gamefi的游戏 的quality就会越来越好 到时在blockchain上玩到的游戏 的质素就会好 过现时defi kingdom那些很多 但是这些是需要时间的 而现在其中一个最popular的游戏 就是这个 说回NFT 这个游戏应该怎么玩才能赚到钱呢 如果我们想想特别版的Nike波鞋 只有crossover那些 或者exclusive的私人会所 他们有什么attribute 令到那只波鞋 或者一个会所membership 是值钱 甚至会升值呢 一个重要factor 就是有个强的community 第一 要有incremental的人 就是要有多些人 加入这个community 第二 就是里面的人sticky 就是进去之后 很少人会走的 例如bought ape NFT 最近很多明星买了一只猫 这样就会第一 帮他promote brand 几个月前 大家都对这个project 还是很skeptical的 但是现在这么多明星进来 突然之间就变得很legitimate 第二 这些人买了之后 他们这么有钱 就算这个NFT跌到零 他们都不需要卖 这样就会吸起了市场的supply 你记得这些NFT collection 一个collection 只有几千至一万只 bought ape有一万 如果你有一千个明星 买了一千只之后 他的市场的供应 已经少了一成了 所以有最强community的NFT 这些人是最sticky 大家是做到一个exclusive 和value adding的社会出来的NFT project 就会最值钱 反过来 一些只是随便画些画出来 或者copy 其他NFT的project 里面的community是没有共同心 大家是想抽完之后 就买出去赚一些快 这类型的project就keep不到value 怎么可以看community强不强 你可以加入一个project的discord channel 进去就可以跟community里面的人interact 同时你又可以加入阿珠的discord channel 我那里都有个几强community 有讲crypto 有讲股票 i join的话就首先要加入我patreon 除了discord 还可以看twitter twitter香港就少点用 但是如果想keep track of crypto的新闻 的development twitter就是最好的社会平台 在这方面你可以留意 那个project有多少的followers 如果那个project是卖一万个NFT的话 至少twitter希望见到一万个followers先 接着说一下阿珠觉得NFT市场将来会怎么样 如果我老实的话 NFT一出来的时候我是很skeptical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浪费 用来买一个jpeg 就是一个image 但是那个image是可以无限的多次copy的 但over上年2021年 NFT的ecosystem就发展得很好 由只是digital art 变到有play to earn games GameFi 然后到11月就说metaverse 现在连传统的公司 例如Nike Visa Adidas Gucci 这些都进了metaverse 所以现在我就很convinced 这个ecosystem会越来越大 如果想了解多些metaverse的话 可以看我上右角这条片 给点数字大家参考 现在比特币的marketcap是800 billion美金 整个NFT的市值只是30至50 billion 即是细成十几倍的对比特币 所以upside可以很大 而我们是刚刚开始 但是那不代表NFT的价钱会直线上 in fact如果我们看回历史以来 一些新的financial assets 例如我们看最成功的股票 苹果 腾讯 甚至美国的股票市场 他们最后是升了10倍 100倍 甚至1000倍 但一开始 当他们还是BB的时候 他们的price volatility是很高 就好像现在crypto和NFT的价格那样 虽然我很convinceNFT的市场 五年后会是大过现在几倍 但是它的path如何上去 就不会是一条直线 会有急升 会有急跌 急升的时候大家会很开心 但是跌的时候也会很辛苦 还有虽然我觉得NFT的总市值 在跟着那几年有机会升几倍 但这不代表里面每一个project都会升 in fact我觉得有不少 尤其是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community那些NFT 当市场转的时候 他们的价钱可以跌很多 甚至跌到零 就好像17年ICO的market那样 记不记得那时候每天都有新的ICO出来 这个copy那个 那个copy这个 很多只有concept 但是就没有任何用途 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即17到20年 这些teams继续在develop的project 令到它有用 才去到20年 看到有用途的blockchain 例如出了Solana Avalanche Harmony Near 这些protocols 而同时就有些17年出的ICO 是跌了九成 然后没有上来的 所以买NFT是有很高的风险 如果要玩的话 就只是玩你输得起的钱 千万不要all in 还有如果有赚的话 我就会cash out些 拿回本 变成晚上睡得着觉 如果它涨的话 你有一个upside 它跌的话 又不会输钱 那就最ideal了 如果你想听阿珠 分析多些虚言货币和股票市场 就加入我patreon 还有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的话 就记得按like才走 今天是这样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